如果你一抬头身体就终于往下沉 真不一定是你的动作问题 很有可能是你身体的位置不对 你在水里面 如果你身体的位置不是一个保持水平 靠近水平面 而是在斜着的话 那么你再终于往下沉 我们用一个流线型灯边滑行键器 就能够改善到你身体位置的问题 双手呢 放到脑袋后面 记住了 一定要放到脑袋后面 尽量伸直一些 下学后练习一 灯墙漂浮站立 一只脚踩地 一只脚踩墙 做好准备 身体往前倒 埋入水中 同时去灯墙出发 主要通过这个练习 让身体找到前进中 身体控制了能力 避免晃动 第二个练习 漂浮加上蹬腿 去加上蹬腿的动作 看一下自己的平衡能力 可不可以轻松的 做出良好的挖泳蹬腿 方便过渡到完整配合 第三个 埋头做手脚配合 避免因为换气造成了身体下沉 手脚乱动的问题 一定要把手伸直之后再去蹬腿 最后就是加上换气的完整动作 抬头腿不动 埋头再蹬腿 东山